电视机拍下女学生放学回家的路上 她靠边走 一名身穿红色上衣的男骑士突然靠近 手比着自己肩膀边比边说话 突然又靠近一大步 伸手拉女童的背包 这动作把小妹妹给吓着 女童愣住了 路边陆续有车辆经过 但其他骑士都不以为意 过了一分钟左右 终于有同样载着孩子的家长 意识到不对劲 立刻骑到男子后方 把人赶走才结束这场惊魂 从行车记录器的截图来看 就是这名怪异的洪一男 女童一副不知所措的样子 完全不知道该如何反应 事发地点就在高雄凤山 中轮五路转保南二路 也就是中轮国小的户门 陌生的洪一男伸手拉女童的包包 直到后方男骑士扣近 洪一男马上说没事 接着立刻骑走 警方根据监视器将人抓捕到案 根据了解这名61岁的夜行男子 是一名工人 他公称是要好意指导女童 怎么背包包可以减轻重量 以及压力 过程中只碰触到左手臂 怎么解释也没用 仍被医是违法送办 一心男子是真的好心还是别有用心 只有他清楚 而其他家长得知消息之后 除了赶紧提醒家中的孩童之外 短时间内也不敢让孩子自己走路上下学了 东山新闻在高雄的采访报导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